33岁赚3亿!有钱人绝不买这三样! 想要省钱,存钱的理由百百种,许多人更会为了节省开支,到处搜集折价券,优惠讯息,或是只挑食源商店,路边摊的超便宜用品,但这些看似节俭的好习惯,可能根本存不了钱。 日本理财专家揭露,有钱人这样买东西,反而更省钱。 不负有者的所有物特征,不必要的物品特别多。 日本理财专家 他认为,经济不宽裕的人在购物时很少思考其必要性,因此买来的物品大多变成浪费钱又占空间的杂物。 而且,这类杂物即使想要转卖,也没有太高的价值,反而要花更多时间,金钱去处理。 过于评价的服饰。 除了品质良有不齐,不耐穿的百元服饰以外,近年兴起的快时尚,fast fashion,服饰也需要多加注意。 快时尚因为价格低廉,变化快速而吸引消费者,但也因为这些特点,快时尚单品往往品质较差,容易退流行。 因此,衣物往往没穿几次就破损,被购买者咽气,而且不易转售,容易浪费金钱。 更甚者,这类衣物常含有有害健康的化学物质,大量生产,丢弃的衣物更会对地球环境造成伤害。 用途不同的锅具。 日本理财专家饭田道子举例,家中如果有许多用途看似不太一样,但其实可以只用一只锅子就通用的各种锅具,其实就是不必要的物品。 十元商品。 十元商品。 商品的优点往往只有便宜,但必须性低。 另外,如果家中收纳空间永远不够,也很可能表示已经买了太多不需要的物品了。 。 有钱人的所有物二大特征,能长期持有,转售价值高。 。 能长期持有的高品质产品。 。 武唐登记雄认为,不论是西服、家具、餐具,有钱人通常会以品质为购买标准。 。 只要好好保养、管理,即使原价并不便宜,但使用年限长,不需经常更换,反而更能省钱。 。 同时他们购买的数量也不多,以足够使用为主,因此其实花费并没有想象中要来的高。 。 。 高残值的物品。 。 。 许多富裕层级喜欢购买高级住宅、名画、名表等,这些东西转售时往往能够保有不错的价格。 。 。 同时也容易找买主,因此扣除掉贩售二手高级品的价格,即使购买新品也能节省部分开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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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